大家好,我是在在美教育的帮助下于2022年申请到Dook大学Math of Arts in Economics program的同学 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这一学期在这个项目的一些读书的一些经历 以及对这个项目的一些看法 那么Dook大学Math of Arts in Economics这个program呢 它对于一些想要在econ方面读PhD的同学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美国比较出名的一个econ PhD的跳板项目来说的话 它的课程设置,课程紧凑程度以及workload设置的都是一些比较适合那些想要攻读econ PhD的同学的 我在过去这一学期选择了一门微观,选择了一门计量经济 这两门课至于我的读下来的感受是他们的workload都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他们的课程的难度的话也会比较深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很好的帮助那些想要读econ PhD的同学做好提前准备 然后再对于一些想要找工作的同学的话 学校也会对这些同学有帮助 因为在过去这一学期里面 项目找了很多过往的校友 回来分享他们之前在这个项目攻读的一些经验 以及他们选择了什么课,他们觉得什么课对于以后找工作有帮助 以及在职场上的一些技能的需要 我觉得这些活动对于想要找工作的同学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经验分享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杜克大学MAE这个program呢 对于读经济学的同学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